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台是以法华讲的 法华讲是成佛的法华 成佛的法华就是正在这一年根本的佛性 大觉心性叫成佛法华 所以法华今天讲说 为此一事实与二则非真 什么叫一事实 就是直截了当 是见到你的本来面目 就是这个 其他的 那都叫做方便 那都叫做接引而已 那只有你要是真正能够念念之间 都在这个大觉体上去 念念之间在这上面去印证 那其他自然而然能设一切方便 他能设方便 就要叫你发的阅历必尽时 他就能够设一切事件的行为 都变成了他达到这个阅历必尽的时候 之前的方便 但是你要是没有那个具足的发行 你所谓的方便 那都叫做什么 那都叫做灵魂 都叫做角落 你没有必尽能力目的的时候 那个方面都叫角落 那就不叫方便 所以我们平常讲 你们的见识方便都在哪里讲 是在你发了毕竟愿力以后才很方便 小孩子要读书 说我要发好心 想要读好书 于是乎他就有什么 他就有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方便跟见识 他假如说根本不知道干嘛要读书 小学中学大学那都不叫见识 他就不能抓着小学 那就说就以为是他的方便 那个方便是以他根本没有目的 那个方面不成方便 不能够成为方便 也不能够成就见识 所以在这个根本的维持一事实上面 他能够什么 设计一切事件善法 但是前面一定要告诉你 这个行者发心 就是维持的一个目标而已 他没有第二方便 没有第二方便中 他才能够普射一切方便 这才是佛门讲的大方便 但你讲到这么多方便里面 这个行者他只有一念 一念赤神恳切的心 就好像刚刚讲的批语 他能够在小学中学高中大学 这样不断地这样精进 这样不断地这样见识掌养的人 他只有一念我要好好读书 他在好好读书中 他知道现在应该小学 现在应该中学 他不是因为小学而小学 不是因为中学而中学 他是因为要好好读书 所以他的心中在好好读书上面 他是只有一心一意 所以现前的所有的一切因缘 缘起当下 不管是小学中学 对他来讲都是他 现在他甘心面对 他要好好读书 这个愿力时的唯一方便 但是这个方便 就不是抓着方便说方便 不是抓着方便说方便 才叫做为此一事 于二则非真 怎么样于二 你还落在种种二上面 那就不是真 那就不是真 所以站在体上 你一定能够射进一切时间善法 因为射进一切时间善法 就好像你的大觉心体之中 他有一个根本的智慧的光明 那种大台面 他能够称量一切世界的所有一切善行 有为 有为善行 但是这些有为善行 都是让他直下能够证得如是决体的 本来面目的方便 所以这一切有为 一切世界的善行就叫做天 天 世界最初形成在天 六道最初形成在天 天是什么 天是一切法中最清净处 最清净的地方 就好像禁止现色 禁止现色之时 我们还没有躲在色中的感受流转的时候 禁止最初现色 那个色相呈现之时 那是最清净的 可是就在那个色相呈现的最清净 当下那一插谋之中 我们马上就流转在色中的感觉 色中的造作 色中的气氛 那就变染着 可是这么大的色中的染着 其实它都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最初色能够如实现前开始 如实现前开始 所以天界色界顶上叫色究竟 色究竟天 那也就是大堆心 它那个现前的时候就是色究竟 决心现前的时候 就是一切法中能够呈现的时候 没有一切法中呈现 那怎么叫做绝 禁止没有近色呈现的时候 怎么叫做近 禁止一定要能够现色才叫做近 在色的时候 凡夫跺在近色 随近色流转了是凡夫 行者要在一切近色 知道原来就是近色 那就叫做修行 那就叫做凡夫归真 那就叫做归家的法 所以在这一切的毕竟体上面 你能够发了一个根本的赤神 那大院使 你一定能够担当一切 世间又为一切 你所能见所能闻的一切法中的 善法中的称量 叫天台 所以大学体中一定有智慧光明台部 能称量一切 能现见一切 所以不能够现见一切 不能叫天台 不能够现见一切 也不能叫成佛 所以他在这个成佛上 能现见上面 你又不能够跺在凡夫的 现见一切 又轮转在一切 所以他叫做为一切众生 受祭成佛 就是你能够看到一切 但一切都是觉 你能看到一切是天台 一切都是觉 就要受祭成佛 就好像静子 他一定能够担当 现前都是静色 那静子不能现色 不是静 但是每一个静色 现前处理 都还不能忘记 他就是静体 那叫做受祭成佛 就是为一切众生受祭成佛 所以在这个一路 一出一路 在这个决心的之中 担当 随缘的担当 流转当下 他必定他就是根本 气宁静体的 绝体的大 这个环面 这个叫做天台 这个叫做法 所以叫成佛的法 所以这个成佛 不是一切众生 回归本来面目 叫成佛 这个成佛 为什么叫做大圣法 这个成佛是告诉你 决心他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能够 向外呈现的担当 没有向外呈现的担当 不能叫做绝 不是只是像一般的 小圣佛法 二圣佛法 只是说 哎呀众生回到本来面目 那都还叫做什么 在天台来讲 这个这个 这个藏通别缘 这还是通教 你知道有本来面目 还是通教 都还是通教 你知道有本来面目 还有本来面目可回 还叫通教 对吧 藏教是知道说 原来这一切事件 是虚假 是这样 是自己心中 有本来有光明的 这个宝珠 那是藏教 那是藏 所以在这个上面 你能够这样子 如实担当 你能够如实呈现 想到你能够如实呈现处 我不必再说 那呈现当下 就能够回归本体 因为既然你能够如实担当时 那担当处就是本体 这才叫做大圣 所以在这个大圣之中 才会告诉你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为一切众生 受尽成佛 这叫做天台 所以你能够看到 这一切大绝心体 应用到世间 一个行者 他在发现之中 他能够限量的 种种智慧的光明台 而他能够在这个智慧光明台中 他能够担当一切 那个一切就是天的那个一 天怎么写 写一个一写个大 就是天 那担当那个一切 那就是那个一 他能够入一切法中的 根本的最大像 为什么 因为他限了一切 最大像 那一切都是本体中所现 所以他能够称量一切 叫做大 但是这个大中 从来不二 就是一 那叫天 你的心中就有如是的智慧 能够如是为你运载 叫做谈 那这个天台 两个字结束完了 就是告诉你 你还是看到 你就是在大绝体上说 不是在大绝体上说 你根本不知道天台 那天台就变成什么 随便讲一个天台山 只是取物相的名字 立中文的这个法号 那都是众生的错觉 而且你正在如是的法中 世间人要是真的发了如是意愿 你会发现世间的所有一切 不管山光水色 一切地形地物都随你短 所以才有世间的名字 刚好主师到这个地方 就叫天台山 其前万物还随着你转 随着你立名 随着你立名 不是说你来以后才立名 他早就在那个名字在等你 才能够显出天台 对 才能够显出天台 但是没有主师 这个天台也不会被大家 你不知道天台 对对对 你不知道什么的天台 是 所以有很多是像五台山 像什么山 那为什么它 你讲到五台是朝圣 讲到菩萨道朝 你看到五台叫文书 文书的五台是在哪里 大致现前都是在哪里 都在五运处 射受想行事 你过去流转行 它是五运 射受想行事 将来你看到大决体上的时候 射受想行事 哪个不是你根本决体的光明 但是这个射受想行事 它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一切世间 众生心量的运载处 所以它是高 因为它为什么高 它是一切法律的源头 射受想行事 它是台 因为业界感受 没有离开过 射受想行事 但是射受想行事 旧其实就是你的文书的大致 大致现前处 所以大致的字 写一个知 一个日 一切知心现前 日就是照 照现处 旧是五运 众生看到五运流转时 那是流转 将来你要证得这个大致时 难过五运不是大致 所以内阴间才讲出什么 五因本来真 所以你到了那个清凉山上 到了那个文书的这个道场 到了清凉山上 就可以朝那个舞台 你在那舞台之中 能够感受到菩萨的智慧之中 在那个高台中 能够担当一切世间五运 那个射受想行事的这种感受 因为你站在菩萨的道场底下 站在那高山的台上 你向神间去看 你再看神间时 是不是还是五运 还是五运吧 再看神间时还是五运 但是你已经站在高山顶上 看五运 那个五运就不是过去 那种沉闷流转的五运 你居然感觉到 这五运之中还有什么 还有回光效果 一般凡夫不懂佛法 都还站在高山上看世间 他都还觉得好像 他已经超越超然一切世间的感觉 超然还是五运 所以大致一定是 大致一定是在五台山 虽然五台 都叫清凉山 所以不管山形水色 都符合你的字体 所以不见得说 一定是像我们过去解释 是文殊菩萨在那边 视线以后叫五台山 叫做文殊道场 而是这个山光水色 这样的地形地物 因为是众生世界 众生世界之中 不管是散法 过去的散法 流转法 众生在世界中都具足 所以在这个世界中 哪一个山形水色 他能够在这种组织上面 那个气氛 刚好就能够提起众生 所有的一切 过去心中的 本来的智慧的源头 提起你大致的这种思维 那都叫做文殊法神 所以到了五台山 你自然就能够入那种气氛 入那种思维 就感受到那种思维 不管你算是业障 再沉闷的人 虽然你感受的 不是说很全面 但多数种下那些 好像已经过去 已然不同于 过去业力的那种 善争种子 那都想种下一个大致 不是种下的智慧种子 所以我这要讲的 就是一切三光水色 哪个不是正 不是要愿力中心 所以连天台 都是要在哪里 都是在根本的 本来面目的 大觉体中的愿力中心 当然叫天台 所以你不能说 我不讲法华 我只先讲天台 不是讲法华 讲到天台 本来就要讲法华 讲到法华 就是在说天台 这两个关系是吗 为什么它中天 中法华 什么中法华 天台为什么 以法华为中 不以花言为中 不以其他为中 这就是我们护免候选人心中的 这个叫做偏见 古德他是随取一门 都入如是根本的发心 随取一门当时有没有多门 但是他现在他随取他的 所以就不能要广开 世尊所有的一切的教法 所以你不能说 我只单取哪一门 所以主事他就骗取 既然主事骗取 不是哪一个主事骗取 是所视线的主事 随他的一员中 他取法华 他取华言 每一个主事取法华 他取法华 他取华言 但都震到如是大军体上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原来 世尊所讲的一切法 不管是民法华 名字叫华言 其实他的规去是一 但你不能说 我一个人说 我要取法华 取华言 都取 不必 各县 就是法华经讲的 是法住法卫 事先向前住 你就住在这个法卫中 但我规去的是一样的 你才能够体会 世尊所讲的是原教 你不必说 我一个人一员 一个人一员 把所有的都设过来 或者是只能单取一门 或者是全设一切 你一个人一员 还不见得能够 写出原教的真体来 各别所缘 镜子线前十 黑线黑 白线白 青线青 黄线黄 各缘其他的境界 每个都圆满他的境界 黑能够圆满黑的境界 使就是圆满静体的境界 白在圆满白的境界 使就是圆满静体的境界 所以你不必 在一法之中 一定要马上收 青黄吃白 所以现在讲什么 五教合一 九教合一 那都是忘术 那全然能够忘他 干嘛合一 本来是一干嘛合一 你合什么 你合一表示说 你还有九 因为你有九 才说合一嘛 所以说合一的是看着九 所以反而九 根深定物在你心底深处 难以舍利 本来是一 你就看着九 就是本来知道是 禁止是一 我就看着青黄吃白 叫众深处 那心里面还要再讲合 这一个字吗 就叫多语 那就是多语 来来 你往来 好吧 那刚刚讲哪里 刚刚讲 法华 跟天台 这个 许一门 对 那这已经讲了 你要讲法华经 其实法华经最重要的 大家比较容易疏忽的 其实就在序品 序品 什么叫序 序就叫建 序就是开宗 谜意 最初那个序品 要是在序中 序就是寻规他的 他的建 他的规律 找他的 他的步伐 这叫做序品 假如在序品之中 你要是不知道的话 那后面所讲的 全部都叫做 都已经就不入 那个法华的 经中的意义 所以重要是 那序品 所以序品中 刚开始 就是你要是 讲到天台的时候 也要把这个 华盐的 法华的序品 要清清楚楚 这中间的这个 连贯性 要清楚 因为在这个 连贯性中 你不但能够体会 天台两次 你还是能够 真的 就抓到序品以后 你再去看法华下面的 说一些方便品 药潮玉品 所以那 那都 那是不是先讲序品 现在讲序品 因为开宗明义嘛 你讲了序品 后面其他也导读了嘛 对 就讲序品 但不能 就只能略讲 所以序品中 从最初 佛视线开始 入无量义地 对吧 无量义的三昧 这个是 九点要带 庞美小编 没关系 那 入无量义三昧 大觉心体 觉体念念之间 都是在哪里 都在无量义 从三昧 刚刚讲的 觉体现前处 就像镜子现前处 它是什么 它是称量一切 事先善法 所以讲到无量义 你就可以体会 那天台的天 它入无时三昧 就念念之间 都是在如时的智慧之中 去呈量 那就是天台的台 镜子 镜子现前处 那都是一切 镜色的现量处 它能现 清黄赤白 现大现小 现长现短 那叫无量义 但是为什么 能够现无量义 因为镜体 它绝对不会 跺在任何法中流转 然后在汉传佛教 里还有个更深的道理 就是你能够 现无量处 那我也可以肯定 你就不是被依法 所限量处 限量就是限制的限 你就不可以 被依法所限量 不会被它被限制处 为什么 因为你能入无量 想你要被依法 所限量 那你就不能够无量 是 对吧 所以那个意中 还能够什么 还有一个 这个意要讲中国字 那个意 无量意的意 它是想一个阳 一个我 是 阳在中国字上面讲 阳是什么像 阳是柔和像 阳是祥和像 祥和就是一切法 清清楚楚 叫做阳 你要过年 你也要讲 说今年过年 过得非常祥和 就化几只阳 就就表示祥和 祥就是清楚 什么叫做清楚 一定是和 才能够清楚 你能够和光同城 才能够清楚 你根本不和 怎么清楚呢 我根本不与你黑和 我根本就不知道 黑 怎么叫清楚呢 我不与白和 我也就不知道白 我怎么叫清楚呢 所以一定清楚的 在于和 在这和子就是阳 然后立种种我 一个阳 一个我 叫路易 能够答一些我 我是什么 我是一切法中的主宰 这个我字 是一切法中的主宰 所以我 你也不能拿 哪种我的形体 来限量它 像经中都常常 第一句话 就一定是 如是我闻 这个我闻不是拿 我现在 我是自然 不是说 我是自然这样的闻 你还拿自己一个形体 一个形象 来去思维 如是我闻 你反而不但 失去你现在的名字 失去你现在的形象 也失去那个我的意思 那个我是告诉你是什么 那个我是那个大我 你能够现 是自然的那个我 从来都还非是自然 那么我是随缘 他都能够现一切我的我 在喜中就有喜我 在怒中就有怒我 在乐中就有乐我 你仔细思维 我可以现喜我怒我 爱我乐我 但是这个我字 他从来非喜欢爱乐 因为他非喜欢爱乐 故 所以他才能够现种种我 因为非种种我故 所以他才能够 今天方便利益 叫自然 所以你连听一部经的时候 还要如是我闻 你要在这个我中闻 这个我中还是什么 那才是一个行者 最初入境意中的 心中的担当 那种真正对现前业障的 舍掉舍去 那叫做放下 你才能够如是我 所以这个我字 那才叫无量意 能够入无量意 所以绝体 一年之间都在无量意中 他叫做天 都在无量意中 就是天 就是天叫一大 一大叫做天 写个一 写个大叫做天 天就是一向天下万法 其实就是在这个无量意中 所行的 但是那个三昧就是 你你都是在这个无量意中 的智慧之中 从来不离开这种智慧 就叫做三昧 那就叫做台 所以叫做释迦摩尼佛 入无量意三昧 但是入无量意三昧 这个续品里面就告诉你 这为什么叫续品 刚刚讲续品很重要 你不但知道为什么佛 他入定定在哪里 这是续 开宗明义 你也知道他所有的与会大众 不管是菩萨的名字 有声闻的名字 他为什么要云集在这边 听法华经 这也是续 就好像一个人心中 正德如是的得恨时 他的心中一定具足 一切在这个得恨中 所具名的一切的财跟能 财能 这些财能就是什么 就是菩萨名字 就是声闻名字 就是一些文法中 听法中 所以讲一部经的时候 有听法中 听法中表示 什么叫做听法中 他能够顺如是理 就是耳中能够顺如是理 能够行持如是事 叫做文法 你心中倒是站在哪一个得分上 你今天我说我正到一个善人 你在这个善的种子气氛里面 你会发现 这一念善念 它是统一你整体心中 所有一切的 那所有的意念 都在如是善法中文词 所有的意念 都在如是你心中 所体会的这个善种之中 开始入种种暴力 那这么多的善念 这么多的这种 这种心中的作用 它都叫做文法种 但每一个文法种中 都有它不同的名项 像刚刚讲的 事法诸法位 每一个名项都要清楚 有的是什么 在心中的它叫做善听 有的是善见 有的是善识 这通通都要清楚 每一个行为 做词 它每一个角度的 每一个名字里 都要通通要了然 所以它就有菩萨 生文的名字 现到世间 它就有释迦牟尼佛讲法时 有如是具足 如是德恨的 每一个不同的弟子的名号 现在远前 在你心中小世界里 也是有如是 沉顺的心中的 智慧的弟子名号 在你心中 所以内世界 也就是外世界 外世界它能够现成内世界 它就是如此 所以在这个 菩萨生文中的名号当下 你要先知道 那个续品 那个续品就是 你要知道 它如何献出 这个一大 一大献出来 就是说 它具足什么样的 才德 才能 德号具足 然后在这个 才德 才能 现前处 叫做 世尊 入无量 一三明 你就是在这么多 才能现前处 你那一念善念 就在这个上面担当的 这一念心 就在这个上面担当 叫无量意图三明 所以在这个 无量意图三明上 刚开始的续品 不是释迦解 摩尼佛讲的 它是谁 它是弥勒 启问 启问 这个启来的启问 启问 文书做的 这里面在华言 有本在法华 在天台 这个续品之中 是最深的 为什么最深 为什么是弥勒启问 为什么不世尊 自己说呢 他不是世尊说的 这个决体 你看不到 这个大决体 就要一个人 要是入到那个善心 他力量之间 都在善的气氛里面 不是这个善心 在为你善心说吧 你入到那个善的气氛里面 你是很多的智慧 在看着这个善心 你是其他的心念 是看到你心体的 那一个至善的气氛 你念了之间 你感觉到 你能够通达 这个至善的气氛 那个道理 不是从这一个善种之中 向外去悬出 而是你会被这个气氛 所射的一切念头之中 你慢慢慢慢 深入道理 所以你会发现 心仔细来说 它是能够分开 分开去慢慢去批拨的 你到一个善种中 那个善心 它是一个心种 可是那个心种中 你心不是只有一项 所以你还会起种种心 于是在你心中 就会起念头 你自己在自己心底深处 会观察 如是善种 会体会如是善的声音 会慢慢 思维如是善的 种种角度 对吧 那你会发现 你这个心就是活的 然后就在这个善种角度里面 就在这种作用当下 你会慢慢更能够 显出智慧来 心啊 它就是这样的线 所以它就要告诉你 法华的续品里面 在根本大觉心体的续品里面 你只要根本的大觉心体 常驻无量一三面 表示一个行者 已然知道那个觉体的作用 然后剩下的所有的一切心念 它就能够统育 心念就能统育 第一个被统育的心念是谁 就是念念之间 在如是决体上思维的那一个赤诚 就像刚刚讲说 一个人中了善心 你就会有一个念头 他自然生起 他自己就会在自己 发的那个善愿之中 如实思维 那个叫什么 迷勒 为什么那个叫迷勒 那迷字先讲迷 迷字是骗不已 勒字是什么 勒字是智力 是 他智力 他那么在这边智力 而且名额叫补助 他念念之间 就在上面思维 叫补助 他念念思维的时候 他还是在哪里做思维的 虽然他看的是善心善种 本来的念头思维 可是他周固的是 现在的一切的念头 我现在的念头 符不符合我的善心 我现在的所有的一切的行为 符不符合我现在心中 所种的那个善愿 对吧 所以迷勒叫做补助 迷勒又死亡 迷勒 他就是世心向外流补助 迷勒就讲到为世 世心向外流补助 世心向外流补助 你看的都是什么 看的都是世间的行为 色受想行事 色受想要出马 都是世间的行为 但是你看到这些行为 当下 你回头看的是决心 看到这些行为 看到是决心 这种作用叫补助 这种作用叫补助 对啊 为什么叫补助 因为你念念之间 不离你现前的作用 也叫做绝 现前的作用 当下你念念之间 都能够还归于 绝体固 就叫补助 因为念念它 回归于绝体 所以它才叫做补助 所以它叫启问 它问字 这个里面法 你到这边 尤其讲到这个 弥勒启问 这问字最深 为什么它问 问就叫做门口 是 一个门一个口 所以你看一切寺庙里面 谁在门口 弥勒在门口 弥勒一定在门口 为什么 世心啊 我们的意识啊 世心你看到外面 都是色色小型 是一切世间的 种种的名色 名像 所以它过去叫求名 世心现前的时候 都是世间名像 叫求名 可是你越过了 这个四门以后 你就叫流转 你站在世门中的弥勒来看 那哪一个世间的喜怒哀乐 不是你根本大觉心体的 世心作用 回过头来看 过到山门里面来看 就是什么 就是弥勒 为什么弥勒要献笑 那个笑叫做雨乐 大词雨乐 为什么 黑它就能够献黑 白就能够献白 叫雨乐 喜来它就献喜 路来献富叫雨乐 可是你随着喜怒哀乐 流转出那是凡夫 你知道谁让他现前喜怒哀乐的 那个是大觉心体 那叫世心 所以出去三门 那个门槛 一出去 就告诉你 就流浪六道 流浪三徒 回来一看到还是弥勒 出去的也是弥勒 所以他叫求名 他叫阿易多 所以他也叫启问 他就在门口 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要讲到说 他一定要用到弥勒来 假如不是用到弥勒 不叫最旧清楚 你要再说其他人来问的话 不叫最究竟 不叫最究竟的话 表示你一个行者发心 你不是发究竟心 你要是真的发了究竟心 就把什么叫究竟心 我要向善 我已经心中立一个善种了 对不对 我已经立一个善种 假如你真的是发了赤神恳切 向善的心识 你念念之间会不断的关照你所有的行为 到底符不符合如是善 那一个一定是弥勒 假如你发的心不是神的话 因为其他的咋脸 我符不符合啊 但你符不符合都起不了力量跟作用的 那个就不是弥勒 那还叫流转 因为那一念是弥勒 被他叫叫补处 你念念过你补位 念念有什么叫补 本来流转处 现在回头让你召见你的决体 所以他到法华经的那个续品中 他后面还讲 过去你叫求民 事情现前不就是求民吗 都在求民中 那后来因为妙光顾 听妙光说法 所以你能够返回来 妙光是谁 弥勒是这个念念之间 能够启问的人 是 当你正在这个启问的当下 你念念之间看的是 你的善信善种 对不对 你在这个启问当下 你突然发现 就是这个一个善种 然后一个问 就是一个不断的关照 你念之间掌养的是什么 是智慧的先前 对不对 所以你只是在弥勒之中 那个善念之中 念念之间看你心中 是不是符合这个本来面目 符合这个善种 当你自身肯定 看着他时 你念念会感觉到 自心深处又一个智慧 现前 他就会考上 他就在回答你 你是不是符合 决心就是如此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善种从来不说话 你是因为有一个迷惑的心 看着他 然后不断的思维他 然后心中就会起一个心 告诉你 你是不是符合他 这个心中才有掌养 才有真净 你会发现 那个善种从来没有出定过 那面心 回答就叫妙光 就是文书 所以一定是文书 作答 那个达字 中国是讲达字 中国是讲那个达字 讲得又很妙 达字写一个竹子的竹 下面一个河 为什么竹子叫河竹 叫做达 竹子 竹子我们现在去拔竹子 知道竹子知道在哪里说竹子 竹子在这青 青色的青 青的时候叫做竹 青竹 青啊 在中国人讲叫做生 生气的生 生下来的生 有这个生气 我们看到青 四月就踏青 踏青就踏在这个大地的生气 同伯的生气上面 青是看到生的 竹子有结 又一结一结的 竹子有结 表示你要回答一切智慧的时候 你第一个一定要合其身 合其身是什么 你不能够魅 魅于他的智慧的张扬 你要扶其结 那一步一步 一结一结 都要清清楚楚 才能叫做大智作达 是一个主 一个合 合其身 扶其结 才能叫做达 不然你那个达 你根本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智慧的身相 你也不知道 他里面的所有的一切的作用 的一切的行持 一切的他的步骤 你一作达 那就要做摩天作达 他叫乱达 那么不叫达 所以达必有意 甚至叫文书作达 所以弥勒在问 文书在达 然后他就讲到 这里面讲到什么 像过去有日月登明佛 讲到日月登明佛 日月登明就是什么 就是大觉心体入的无量义 三昧 无量义三昧 现前处就是什么 就是世间三光 世间三光是哪三光 世间上 你要能够看到任何东西 能够感觉到有任何的万物的 这个这种成就 成就 一定要符合世间三光 世间哪三光 一个日月日 一个日月月 一个月登 不然一片黑暗 你根本不知道 日月 日表大照 月表随照 为什么叫随照 月它自己不发光的 月是晨 太阳的光的 叫随照 叫让大觉心体 叫大照 大觉心体 大照现前处的时候 于是乎你在喜中 就有喜的觉 怒中就怒的觉 这叫随照 因为喜怒 它自己不发光的 它没有觉的 是因为你要有 觉体觉的喜 你的觉体觉 这要听好 觉体觉的喜 所以喜中就有喜觉 你根本没有觉 你觉得喜 你还来喜觉 喜自己没有觉 所以那叫随照 还有一个就是灯 那叫气照 随气物 世间的气物照 这三光你才能够 显现世间外法 叫日月灯 那日月灯这些就是什么 就是无量一三面 入无量一三面 所以它过去有佛 这个过去佛表示什么 是根本心中它能够入一切万法的 本来的智慧 也就是现在世间所入的 无量一三面 他说过去 这个无量一三面 不是你现在修得 你才叫 就是你修正以后你才入的 是你在最初修正时 就念念要入如是无量一的 所以叫过去有佛 叫日月灯明佛 那他入无量一数 这里面因为我不能全讲 这叫做 大家给你讲 续句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 他在有二万佛 同名一字的昊日月灯明 二万佛 二万佛在世间法中 在一切就是福智庄严 福智 二万佛就是一切二法对待出 在慈悲悲情下 叫做二 万就是万分庄严 所有的一切行为流露出 最初的那一念入无量一定的 这个日月灯明 你会发现所有的念头流出时 就是在这个日月灯三光之中 所现的一切的 不管他有什么名字 不管他今天叫做眼 叫做戒目 或叫做耳 叫做文 不管在他给他现在的 他现在的意面是什么 可他现前处就是日月灯 不是 他就是世间大名处 所以叫二万佛 皆同一字 好日月灯明 你心中所起的一切的善法 你会发现 你每一个修行处 你感觉到每一个修行处 每一个善法善念之中 都有不同的名字 但是每一个不同的名字 它都自日月灯明 所以皆同一字 自则是什么 自就是过去我们起名字一样 你有一个名 有一个信 有个名 可是你自是什么 自也表示你念念之前 你念念之前在哪里发心 自日月灯明 又同一信叫普罗多 所以说中国经中 中国人讲到这个经典里面 尤其是汉传经典 他倒是不是仔细去读它 你根本不懂的经典 你在讲什么 以为是在讲天方夜谈 普罗多是什么 为什么日月灯明叫做信普罗多 日月灯明 现前处就是什么 就是世间万法现前处 所以他那个信不是新信的信 是一个女字房一个神 姓名的信 女字房就是他能够随缘现象 这个信叫族类 族家族的族 族类 这个智慧现前处 这个智慧的体叫日月灯明 可是现前处来再喜 就知道喜 再怒就知道 这个喜中怒中就有什么 一定具足三光 日光 大照 月光 随照 灯光 就是随黑所现的黑的感觉 叫气照 一定是 每一个法中都去除这三光 随黑 族人可以叫气照 但他一定是从缘起的 叫随照 缘起当下没有离开过 那个大绝 叫大照 叫日 日月灯 所以 他就是这个族类东西 叫做信 一切都要信 信普罗多 记得吧 你讲天台叫华华 你还不知道这些经文 背不下来 我还不是废 我以前还是读过 所以还记得一点 剖是怎么写 一个皮 一个叶 大绝 随缘现前的时候都在皮上 都在皮上 表面 皮的表面 叶就是源头 都在皮 面上 罗 所以他就是能够在这个表面上面 你感觉到他能够什么 他能够逻辑一切万元 皮 表面上面有什么 有呈现意 罗 有收集意 收罗意 万法收罗 剁呢 有随缘意 所以剁是 他上面一个随巢的水 上面一个土 随巢的随子 他这个随子就是过去的 随顺的随 顺什么土 土是什么 成直 这一定的大决心 你日月灯明 要是不能够随顺成直 那怎么叫做 日月灯呢 进体现前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能够现 进色 现出进色时 就是什么 事先成直 现前处 在黑是黑 在白是白 去成直 没有这个随顺成直 当下 你根本体会不到 你的日月灯明 体会不出你的日月灯明 你根本体会不出 你的日月灯明 所以你也体会不到 什么叫无量意 你体会不出 这所有的一些心中 这么维系的 这种智慧的担当 你怎么能体会 法华经呢 所以 这个作用上面 你看到了这些作用 看到日月灯的作用 看到了普罗多的作用 看到了无量意的作用 这个时候 你感觉到心中的智慧 他就开始能够 开始为一个行者 能够现前运用一切 这叫出定 说法华经 是不是说续品重要 在这 然后懂了这些内涵的 才知道 为什么 他摆在前面 才知道 为什么叫法华经 你可以看到 心中的作用 他就是这样子 一步步为你排练 你先要有真正知道 所有的一些 你发心的目的 和才能的云集 你要知道 那我应该具足 什么样的才能 为什么 因为你有最初的发心 才能云集 当你真的能够知道 你符合 就才能 不仅仅说 你叫正德 一个小孩就要向善使 他一定知道 我应该要具足 什么样的善心善意 这个善心善意 他还不当下 不是说他已经具足了 可他要先要什么 先要如是诚心 要心中 先要如是酝酿 你能够酝酿 你能够在这个 诚心上酝酿 你会发现 你心中就有一个智慧 它已经是什么 已经慢慢入如是三明 就叫做无量意三明 然后你这个种子 就已经现前了 这个心动 在你心里深处 就有一个气氛在里面 然后在这个气氛之中 你自然就会有一个心态 念念会抓着 这个气氛之中 不断在反省 反思 就是迷了 然后在这个心态 反思反省当下 你会念念就有个智慧 不断的现前 呈现 然后告诫 就是文书 然后这种作用 它不是说 他们两个在作用而已 这种作用从哪里来 是从你根本 信中的日月灯明中来 谁要是种一下 这种种子 它就会有如是的作用 跟信中的 这个智慧现前 叫日月灯来 叫过去有佛 日月灯 它一定能够这样子 它一定能够在一切 呈现当下 在一切收罗色之前 它已经在随顺当下 能够现出 如是种种庄严 所以有名乐 有文书 都叫婆罗多 那你看到这个婆罗多时呢 就是他入面时 他入面时 叫个谁呢 叫个德仗 德仗是在大德现前处 大德现前处 他既然他入面 入面就是什么 你看到他时 对于是他入面时 入面时剩下就是谁 剩下的妙光 娇 就是他就剩下 就是现前的 所有一切行者的 菩萨的作用 一个圣人的圣心 你要把这圣心的种子 种到你心中时 那个圣心是看不到的 那叫入面 你真正种到你心中 那个赤身梗戒 在你心中的力量时 那叫入面 然后现前的都是什么 一些财能 贤能的 所有一些行为 那叫菩萨恨 你如果把续品项 先搞清楚了 这里面很多的名项 清楚了 你下面才能知道 为什么 这什么方便 第二 讲到 又是讲到 士达摩利佛出定的时候 他跟谁讲 讲了这么多 弥勒起问 文书作答 结果出定的时候 跟谁讲法华经 这个你们大家读法华 读法华都没看出来 研究天台 不研究这个 他跟士达佛讲 罗汉 他跟申文讲 对啊 为什么 因为大智 文书跟弥勒 现前一样 申文嘛 士达佛是 申文中的大智 哦 生文就是 一切威仪中讲 你日月灯明佛 入面 现前的就是 菩萨的智慧现前处 它在酝酿处 作用处 就是你 你这个懂得 日月灯这个心体 的善种时候 你会发现 你是心中的 就剩下什么 剩下你那个 文书的智慧 跟弥勒的智慧 不断地在交问 对吧 可是这个交问时 它不是 它就是究竟了 这个交问当下 它就能够现出 一个人现前的 所有一切 言行举止的状态 这个言行举止状态 就在哪里 在生文 嗯 言行举止 对 就要讲出威仪 对 要想跟威仪讲 就要跟谁讲 跟摄弥佛讲 那摄弥佛 他还不挑别人 他就挑的是 生文中的大智慧 嗯 还是在这个肢体上说 还是在这个绝腿上说 这个摄弥佛呢 在这部经上来讲 你会看到他 一步一步这样的排野 一步一步这样的 剑刺这样的流出 就叫天台 所以一大之中 他能够如实流出 叫一大 所以他才说 第一句就告诉你 是法 住 法位 世间向常出 甚至于就要告诉你 你要知道实如 如是法 就如是相 如是信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做 如是用 对吧 这个相性体力 用因缘 果报 本末究竟 实如 他就是会如是谢 不是说 你正在这个绝体以后 世间都灭了 不是 这个大绝心体 你要是真正正在 大绝心体的时候 一法不真 一法不解 他才能够真正 呈现一切世间庄严 所以有体 有智 智慧以后 再流出行为 行为之中 再流出行仪 行仪中 才能够成个摄化世间 镜子现前处 镜子是你看不到 可是镜子现前处 就是镜色 镜色就有他的庄严 就他的光明 就他在禁体之中的 所有一切智慧的表现 那身文要在哪里呢 身文是在世间上的修行 世间的进行 所以身文在世间时 他就分成两种方向 一个是凡夫 一个就是行者 那行者是跟谁说的 行者是跟再凡说的 他主在凡夫地位说 修行 所以他为身文受祭 就是色一切组成 同归佛含 说再凡受祭 他不能在文殊体上受祭 文殊体上本来就是佛 就是妙光 还受什么祭能 就好像镜子现色之时 你就要感 心中就要有那个智慧 你能够知道进色 进色是再凡 是在最末少 你就要有那个智慧 知道一切最末少的进色 其实就是进体 就要受祭 那谁在这边要知道 是你能担当 进色现前处 那个身文的威仪 知道 你没有如是向 现前处 怎么叫做 能够射受呢 所以那叫身文 但是能现出身文的 根本心底深处是谁呢 是弥勒跟妙光 那弥勒妙光 就是谁现前呢 是世尊入无量欲出三昧 那无量欲出三昧 是在哪里缩现前呢 是在过去日月灯明佛 是你心里深处的 根本的智慧种子 气氛中流出的 那才叫做法华 所以你就看到 光讲这个觉体时 它一层一层批拨 一层一层为你舒展 所以像一个华在开发 华开发时 是一页一页批拨 一页一页舒展 所以它叫法华 你能够把这个天台 跟这个火开发 华开发 这种像 像帽 拿来跟心中的文字 一法一法 一个文字一个文字 能够对照出来 我说你在修天台 我说你在学法华 不然 不然你就在讲故事 无量欲出三昧 佛就说了 哎呀 你们在这个山车 什么在火宅 都不知道要出离 那火烧了 你弄火学没照 你光正一念 都还在火宅 我们光七年都还在火宅 好 那师父讲这个是理 就是理体的部分 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天台来说 他以忏法做他的刑法为主 对吧 对 那为什么 在经文里头 这个忏法的部分 并没有特别 所以你在 你在心理上 老是被这些明相所诉许 什么理啊 诗啊 颤 一个人要是入理 他自然就能颤 就这样说 你要是真正入了 无量欲出三昧 你心中自然就有弥勒 念念自己为你呵护 所以弥勒先不要管杀 说他先不要讲到 他后面 弥勒菩萨讲的是 异世的事 异世三昧 光讲这个字面 解释就是什么 这个人心中 他已经有念念的赤神 他能够弥补一切 叫做弥 对 他能够勒令转回 叫做乐 那为什么 你会有如是的作用 跟这样的能力 力量现前 是因为你真正入了 如是理 无量欲的理 是 所以有了那个理以后 你自然就能够 射了个行为 所以才要跟射力佛索 所以他一定会 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心法的人 他一定会知道 心法先前处就是事 因为我们现在 还是在卫证 还是在凡夫修行 所以当你努力以后 你就自然能够什么 能够射 能够射一切行为 射就是回头 就像明乐的乐 所以在这个乐中 就会什么 就自然就兴起 一切世间的忏法行持 总会没有事 但是他为什么会 起成这么大的欢喜 好要忏吗 对 因为他努力 所以他才能乐 但是你没有努力时 你跟着天来忏 忏到最后 你都在讲天的 我打当家 天没冲上 对吧 礼拜 那你是不努力 你入礼的 他自然就会 如续地忏习 忏你 你不入礼时 你虽然天天 跟着天台忏 那也不过就是 你就是跟着那边 你在演那个样板戏 一样样板 所以你要讲到天台 为什么他让你入颤 因为他入礼物 入礼物 他一定能够回舍 所以如同弥勒的乐 他一定能够回舍 因为你念念之间 这样子颤 这样子回舍 所以你心中自然就能够 起成智慧 起成不同的反思 起成不同的觉察 叫做妙光 就岔一定有他的目的 对 所以礼不等 岔就是若入 礼鬼 心 不管在理 在世就是心 心是一 所以心若是入礼时 他就能够成就 这一切事 所以礼跟事上来讲 我们不要讲得太过复杂 礼用中国字直接解释 礼是什么意思 礼不是道理而已 礼的意思叫做脉络 礼最初的意思 就是一个欲 它是一个欲字旁一个 欲的那个脉络 欲的脉络 要是好 叫做好欲 礼路清晰 就是好欲 这个礼路清晰时 就看到是什么 看到就是事 所以一个心中 讲理讲事时 讲到事 为什么要为众生 在分别理事 讲到事 怕他还不懂得脉络 所以在提醒他 他有脉络 事要符合脉络 讲到理 怕他没有行为 所以常常讲到脉络 谁要告诉他呢 我要现在看到 你这些行持啊 你没有行持 怎么样表达脉络 就好像身体的血脉 你知道血脉 你要有先血流通啊 你不能说 我知道血脉 谁在这份流通 不知道 血脉之中 我就看到 你不断的念念之间 那个血液的输送啊 那血液的输送 就是 卖了离 那就是以前所见的 所以你不能够在这个上面再分 为什么他是懂得理会 为什么会有事呢 自然就能够成就一件事 你能够成就一件事 就是讲到法华 为什么给你举出一个根本的头来 你就可以临起一串本来面目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在经文里头 还没有特别提到这个事的部分 那么多法门 经文里面 既然叫做经 经文里面只要告诉你 根本本来面目 因为告诉你本来面目的是 行者若是入如是里 他就能够查决他自己现在在哪里 所以他就能够忏 就好像教人善行 他不用跟你讲那么多事 讲那么琐碎干嘛 教人善行 就是教他 小孩子你怎么样含习 你怎么样忏悔 不必吧 我只要告诉你 善行为是什么 什么叫做至善 什么叫世间上的 真正世间上的 有用的人 我只要告诉你这个 你只要有一念向往 你自然成就一切善行 忏悔 假如不是在这个上面 一念向往的话 你所说的忏悔 那都叫造作 造作 那都叫做假 心中就是如此 所以那叫法 他的事 他的修行的方法 也是自然形成 因为他入理 是这个意思吗 你不要随便讲自然的 你要给我礼貌 自然形成 那应该怎么说 法尔成就 受教 一般讲自然自然 都好像讲一个自然 就好像非常混沌 这样子就过去了 自然是要明白 那个自然 你也就是那眼睛讲 你以什么为自 你从那边到这边来 就要自哪里 到这边来 你明白那个自 所以你才会知道 他法尔如是 叫做然 你要是根本 念念之间 都是世间凡夫 那我当然出说 你自不是凡 然而就是如是 造作 叫做自然 成为凡夫 你自都是 善人的法 那我当然 你如是自 你叫他地 才如是善人法 叫自然成就 那个自然之中 不是从天而降 自然是明白 你的发心的 那叫做自 那是说 只是从天而降 他就不符合佛法 佛法叫大觉 因为佛法知道 你是什么缘故 自什么因缘故 所以他后面 法尔就成就如是的气氛 如是的世界 叫做自然 所以这个自动 不是那个无理 无理头 突然冒陷 他是明白一切缘起的 明白一切因缘 火爆 这才叫大觉 因为能够懂得 你自什么法中 他就如是呈现的人 他不但在法中 他能明白 他的因缘本目 他在这个因缘本目之中 他还会多一个智慧 既然决心 他能够随缘 能够限 不同的因缘 都能够限 所以他更能够清楚 那这个决心到底是什么 决心能随缘 但决心一定非种种缘 所以这才叫 最初体会的信空 信空缘起 所以这个空面体会的 那个信空 就不是一般外道能体会 一般外道只知道自然 那佛法最深就是 你知道自然时 我说的外道是真正外道 就是过去的大外道 自然他都已经明白因果了 谁顺这个因果了 知道你是什么因随障线吗 你讲到这个话 都还不叫做大道 还不叫大车回 你能够明白 什么因能够随时现实 这个人他应该更正的 一个智慧就是 他会知道 觉得决体超越一切 缘起的 那个信空 所以这个就是佛法中 跟别的外道 不同的地方 这是佛法中 最后我们能够 录的那个智慧 所以就如早 好像内言经 讲到波斯利王 虽然摩尼佛 告诉波斯利王 知道他 波斯利王知道 那个决心以后 他不告诉他 恒河水嘛 你三岁时候 看恒河水 跟六十多 六十多岁 看恒河水 有什么决心上 有什么不同 虽然在剑跟射 会所会有不同 可是在绝 剑跟绝 是那个绝 从来没有不同 所以波斯利王 懂这个道理以后 他于是乎 他就不怕死了 他知道 此死 这边死了 彼处生 很多人就在 这个地方误会了 就是波斯利王知道 这边死了 下面生 所以他就没死了 这多委屈啊 这边死了 那边生 还是流浪吗 众生就是这边死 那边生 叫做流浪 流转六道 那既然是流转六道 那为什么还要来排在 那年经的第二绝 第二绝要第三绝 头呢 为什么还放在 那年经的头上来 所以这里面要告诉你 你知道 此死彼身的 凡夫只是知道 就凡夫啊 真正的凡夫 此死彼身的 还不知道 在有一般就是 还有一些外道 比较有点智慧的 此死彼身 他好像有点超越了 他就不怕生 世间的生死了 不知说世间的 说他们的执着了 好像此死彼身 能放得下来 这还叫流转 所以你明明知道 此死彼身处 能够现此死彼身的 哪一个超越生死 镜子他现前死 就是什么 黑来黑生 白来黑灭 此死彼身 他知道这个此死彼身处 他是看到 能知此死彼身的 那一个是超越一切 此死彼身 那个叫闷言 那叫波斯尼王 最后体会 波斯尼只知道此死彼身 好像就不怕死 那此死彼身 后面还有一个 那你一定这个觉冲 他不是如是生 不是现在的生 也不是现在的死 才能够此死彼身 不是现在的生 也不是现在的死 那你的本来面目 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汉传中文中 在追的 父母未生之时 你的本来面目 所以他是正德补的 如果是本来面目 所以他方便说此死彼身 你要是不是知道 本来面目 你说此死彼身 那还叫做世间可怜人 最少你可以感觉到 汉传的很多清帖 他并不是像 我们一般认为 就是讲批语坤故事 他的批语坤故事里面 太多太多的 真正的 就是符合你大觉心情的 每一个角度中 每一个见识 所有的标准 那怎么去看 如果您平常 看这个里头 你怎么 用什么样的角度 去看他故事里面的内涵 你要说用什么样的角度 去看他故事里面的内涵 这已经叫做造作 所以我过去 有常常讲一种辟语 一个画家 或者一个书法家 他最初在说 学着书法的时候 就是临摩 就是临摩 所以叫诵经 但是你要发心 这样里面一定有一个心 我历年时间要成就 我做成一个画家 我要成就一个 我相爱是个书法家 但是现前你就是临摩 当临摩久了以后 你自然而然 你就能够在这个笔法中 运笔当下 你能够体会到 不同别人的一些智慧 所以他在这个上面 他在看任何的环境时 他不管看山看水 别人看的是山水 他看到那些山水时 他就会融入到 他的笔墨运笔中 他随着大山的气势挥洒 或者是 他这个画家 他把这个山水 每看到那个山水 都会录到他的画中 录到他的意境中的画中 他为什么会把一切把中 都能够融入他 现在心中所学 因为他能够纯属 所以一个修佛法的人 一个佛门中的弟子 你怎么会看这些文字 都会看这些山光水色 你融入不到你经文的意义 你怎么会在经文的文字里面 那些批语之中 你体会不到他讲到 决心之中的时候的一些气氛 世间的一个画家 一个书法家 一个世间的教育 一个艺术家 尚且都还有如是的智慧 我总是一个佛门弟子 每天早上修心修心 既然讲到修心 为什么会在佛经中 不要讲外面的世界 在佛经的文字里面 你居然没有办法 把它勾勒成 你的心中的图腾 图腹了 那你要惭愧 所以不是说 有什么方法去思维 那你就要告诉自己 一定是 平常说 我心还不容入骨 你在你潜在意识里 并没有把你自己 期许成为一个 我是一个心心的人 所以才需要讲 所以这个叫做惨 因为懂了这个以后 心中就知道惨 就知道愧 然后你能够在慢慢 都能够在现前的文字里面 在每天的生活的感受当下 不管人我应对 你都能够体会到 你自己心中的作用 每一个现前的因缘 当下你都能知道 它代表的因缘中 代表你心性中 什么样的呈现 那你也可以肯定 虽然还未证 你也肯定 我已经融入如实其文 世间上的记忆 尚且还要如是 你将来才能够成为一个大家 何况修心的人 你没有走到这个气氛里面 那你还在找什么 一步进摊开来 为什么是弥勒问 为什么是文书达 为什么文书达的使用 不讲他是文书 他叫妙光 为什么讲他的过去 为什么不讲他的现在 都有标法 你为什么不能够听 会得出来 那你就 所以人家都知道拜赛 所以从这个理中 他就只能够弃成什么 弃成 惭愧 所以你就不知道 为什么 主师他们要立这些众 讲天台 为什么讲天台 要讲贤手 为什么要立这些众 因为他是在大觉 不同角度之中 指领大觉的德行 所以大觉如实 在他能够担当称量上面 而且担当称量之后 他能够还射一切众生 都入佛海 信海 这叫天台 然后大家显手了 就在这个天台上面 担当上面 他能够什么 他能够开步庄严 就是显手 没有你知道根本的天台 哪有前面的开步 你要是不知道前面的开步庄严 你也不能入天台 所以他叫头尾呼应 头就是开步 后就是全射 就后面是法 所以他讲到全射史 讲到法华史 就是回答你刚才问的 所以智子大师 他也明年之间 没有离开过华言 没有离开过前手 因为他一定也能说什么 你虽然没得到天台 可是你一定担当 一切决心之中 本来的安部庄严 安部庄严就是华言 因为你看的就是安部庄严 但你才能够明白那个天台 你那个敢担当的安部庄严 从最初的安部庄严中 你念的之间 怎么知道的安部庄严 你眼睛看的是将来 你必定的归去 看到就是什么 就是法华涅法 就好像太阳 从东方生起的时候 太阳不作有二念 它只有如是一念 难一念念念兮去 它念念兮去 你站在西看它的时候 它是什么 它念念东来 从东而来 不是吗 决心就是如此 你怎么知道你在西 你能看到东 你就知道在西 你怎么知道你在东 你目西你就知道 我叫做东吗 为什么它是念念兮去 念念东来 它不是念念兮去吗 它本来自 法尔如斯运转 因为东没有定位 定方叫做东 没有定位叫方 没有定 因为它念念之间都在东 没有个定方 是啊 所以它哪有念念兮去的东来 但是目标有西 它就有东 它哪有目标 西它也没有 所以说一切法中 它本来虚设 但是虚设固 所以要设法 住法位 所以它才能够什么 明目庄严 西它也没有个定方 叫做西啊 对啊 你念得看的东 来就是西吗 是 没有错 对啊 你站在这边 你看到太阳升起时 你现在就在太阳的西面 对啊 你站在这边 你看到太阳西下起 你西下起 你就在太阳的东方 不是吗 那是一定的诡则 但是这个诡则 你说真的有那个方法 有东西吗 没有啊 是 那没有什么 是不是讲念念西去 念念东来 就在这没有之中 所以知道它的行为 的作用上 念念东来 所以才有东西分别 所以 法中他一定是 没有实位 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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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诸法 位 对 他没有实位 所以那叫坏下 是 坏 对 是 是 是 所以他才能够 骗布 攀布一切法 是 如果你说的 那是巧立 你弄章 对 所以他这句话里面 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做 诸法 从本来 常识即灭乡 对 这是天然 这就是讲到法华中的 根本的深言 他是常识即灭乡 根本没有 所以在念念经常告诉你 方是没有定方的 你哪有定方 你要是说我有个中方 我立个中 我什么叫中 南观成北 北观成南 你看到东西 你叫做西 什么叫做中 中在何处 中上也不能立 东西南北怎么能立 东西南北都不能立 那如何能够有 东西南北的作用 如何成就东西南北的 你会发现 你看到东西 你叫做西 所以你要知道 你在哪里 你要看到对方 这叫做波罗蜜 叫达比安 你要怎么样 找到你的剑 看色吗 这不都是剑吗 这不都是你剑吗 你要如何说有色 只剑吗 剑倒都叫做色 所以紫色能寻剑 只剑还能知色 你要指着剑说剑 指不到的 指着剑说剑 在哪里找剑 真现在是剑 不就是剑吗 所以你会发现 根本没有一个法可力 但是没有法可力的时候 如何成就 如何在这个上面 能够庄严那个智慧呢 于是乎他能够随缘骗力处 你所以你才能够知道 彼此而法 彼此而下 这叫达比安 为什么叫达比安 因为没有此案可力 你在哪里找此 真有此案 你真有此案 你还不知道比人呢 你知识 知道觉得有此案时 觉得有此 这个识已经是比了 那不然谁在觉得 你觉得有此 那已经是比了 你不然你在谁在觉得有此 你觉得有此 你就已经 能觉得那个就不是此 那就是比 所以那叫波罗蜜 所以大致的道比安 大致的道比安 就是什么 他不但能够在一切事件的对待 作用当前 他能够知道决心 根本法法不住 他法法不住时 所以他能够什么 他能够比量现前 比量就是 我指的东我就知道是西 我指的西我就知道我在东 比量 叫做波罗 你指到东你就知道是西 你还会指的西吗 你指到西你就知道是东 你还会指的东吗 但你在这不止着中 你不知道现在 你在东 会才是在西 我清清楚就知道 我这样而已 但这个清楚之时 你不是说 真的像一般凡夫 真的抓得有所为 有所形象 说清楚 但是为什么师父 主师不在他的著作里面写上这些 什么没写 没写过什么 你以为我师父 我体会了 我就是背出来的 我都是 我是鹦鹉 你自己不看 才怪 我是鹦鹉 我是背出来的 我看了跟不一样 我看了私禅 这个都不是讲这个 都讲这个 私禅 怎么样 这个不一定 我看到的都不是讲这个 不完全讲这个 理上讲这个 然后看了都是方法做 所以佛门中有一个 有一个法文是很深的 叫明相学 对吧 对 五名之中还有一个生名 是 对吧 一方名 公教 还有一个什么 生名 内名 内名 对吧 这五名 五名学中讲到生名 生名就是你像我刚才讲 都讲到文书 庙光 文艺界深 你知道知道他在讲什么 这生名之中你要学 那你说他怎么没有讲 什么会没讲呢 明乐 庙光 一切世界 名字之后 我就跟你讲他代表什么 所以那叫名相 就要像你 不管是你到了部队 或者你学画画 像刚才讲学画画 每一个不同的技术里面 不同的环境里面 它都有不同的名相 你刚开始 你都会觉得这名相很陌生 可是你融入那个环境里面呢 神奇 你常常开口就是那个名相 你就知道那个代表什么 那你还会死在那个名相中吗 不会 所以你要真正懂得心法师 我告诉你 明乐就是 明相 明相 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 不但知道 明乐这两个字在讲什么 要心中的智慧 于是乎你也相信 有如是智慧的 他一定能够在法界称名 叫明乐 要命名 要生命 他能够知道这里面一切智慧的流露功巧 所以他能够知道鼻子之间的对峙 一方面 对 这样很难耶 这样 我把这些讲清楚 其他那些怎么讲 都讲得出来 很难耶 三个字 你抓得很难耶 你永远将来就是很难 决心你给他什么 就是什么 你老师在这个上面 你没想到说 假如你真正都能体会 我要不断地给自己不同的 这种障碍的声音 我将来决心 常常在这个声音上面 就好像镜子 你给他个黑 当然镜子现出来就是黑嘛 你给他黑的语言 他当然现的是黑嘛 你力量之间 能在每个面图上面 这样子去维系观察 你就会破除一切过去的直伏 你慢慢就发现不难 因为过去 你本来就有如是的智慧 你为什么被葬住 是因为你抓住 你现前的那个元气 你只要不再抓住 那个元气时 你会发现 你本来就具足 你在一切元气之中 都能够明白 它是什么因缘 本末 所以难是难的 你现在还在说 好难的 怎么办 你还在抓这个 因为这个的不明 将来就有因缘 就有机会 你能够走得出来 觉得很难 这是谁 从此以后 在这个上面说惭愧 觉得我不行的是谁 觉得我还有多久 才能够体会的 这个是谁 当下念念回光 念念回射 那将来终为天 你自己心中的念头 不再也不能够迷惑你 那你就能够在一切念头之中 看到他的来龙 看到他的来龙 这叫做路 三妹 出一大案就是 每天都要死 在这心中的状态上死 树下 都还是在关心 你关久了以后慢慢慢慢 因为你习惯 决心就是这样 你天天在这个上面掺 事实上不是让你每天掺的那个心中将来给你智慧 而是你天天锁着这个心在掺 那个赤诚恳切将来恍然到 就像一个事件的发明家 他在发明任何东西的时候 他过去一定是跌跌撞撞的 可他那个念念 弃而不舍的心在 将来突然能够发明出来的时候 绝对不是现前的那些跌跌撞撞的 不是过去那些 掺不透那些琐碎的那些杂园杂事 可是就是那个弃而不舍的心在 突然他就能够在杂园杂事上面 突然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体会到别人体会不到的一些 智慧跟技巧 那叫做发明 修行也是 你说现在每天报到那些诵经 理参那些 是那个人让你开悟吗 不是那个 理开那个你能开悟吗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 不用诵经那些诵经 像往后上有很多人 那那个是 只知其一不知 根本 你抓着那个说那个会开悟 那是迷人 那是痴人 但离开那个 说你将来会开悟 那是狂人 心里面老老实实 你才在做修行 不要叫他死地的 对啊 知道我 如以思维才对 所有一切的行为就是在磨练这点心 没有事项的磨练将来不能够采明心中的智慧 所以我在事项上面 我不会抓着他 是他让我开悟吗 但我不会舍弃他 因为没有他 我怎么来努力 这是一个人 马西向西大夫要看哪一部 现在要看经 当然是很好 但是 因为就拿念佛 把这个念佛拿当成诵经想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 要到念多久 就当成诵经 诵经做什么想 诵经 中国人写那个诵 从一个言 一个拥到的拥 对不对 拥到的拥到 那拥到就是通 然后你在心中打出拥到 打出拥到就是你现在的发心 跟你发心的目的 他那个灌通 就是那个勇 但那个勇在哪里 现前 在你现在的言情 作为行为中现前 所以那叫诵 一定离不开那个言 言就是现在的言情 思维 言 然后这个言中 它不是没有目的的 它是要打成 成为拥到 成为灌通 那叫诵 所以将来 承诵使 它就能够承通经义 那叫经 所以把这个诵经 这个诵的心 那还诵这一句 阿弥陀佛 你就是诵 你告诉自己 人这一生的心 心是什么 你没有一个像 没有一个法 可以说是我的心 对吧 你只要每天 活在这个环境之中 你熏息久的 你每天接触 那个气氛最浓的 那就是你的心 所以今天我 念念之间 在这一句 达摩阿弥陀佛 这个圣人的名号上面 就接触那个气氛 我绝对相信 将来 我就算没有成佛 我的心中 念念之间 都有圣人的那种气质 我是绝对相信的 因为我已经相信 决心它就会这样的成就 对吧 这个就叫做相光庄严 念佛法 一个走进大山的人 他绝对相信 我只要自成恳切 亲近大山 总有一天 我心中就会有 大山的气质 他要相信那个决心 你不相信那个决心 你当然天天念这大山 你也只能变成 山里面的人 山里面的人 就是一天让我喝酒 天天住在大山 就没有大山的气质 你要能够知道 我有这个决心 我只要天天 住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将来信中 一定能够 起在这个环境之中 所天天培养 我这种气质的人 这个人已经用到决心了 知道如何培养决心 假如你都能够知道 在环境中 将培养决心 你当然就会相信 我天天念佛 在培养什么 所以他将来 一定比一般凡夫 念佛 还能够得力 因为我自身肯定 相信了 所以他会更老实 就是拿摩阿弥陀佛 人家说 你还有别的法门 没有 拿摩阿弥陀佛 你就只会这个 就只会的 不是你想的那 他就只会是 因为他看得到 他就是知道 如何成就这个决心 你说你就只会 那个人 他是一天到晚 抓着那个 拿摩阿弥陀佛 那个名相 你抓着名相 失去决心 你懂得决心的人 他会善用一切名相 你给自己一个 好的环境 给自己一些 善良的一些声音 给自己一些 善良的气氛 我就会相信 我将来 渐渐渐渐 过去心里面的一些 不好的习气 就会消 因为每天 讯息不同 所以自古以来 孟子都有 孟母三千 孟母三千的意思 就告诉你 人没有一定的个性 随着环境 就在变 儒家只知道 随环境变 我们他就在 随环境变中 他更能够体会 那能变的 一定超越一切所变 所以叫做 信工 因为他知道信工 所以他能够 善用一切缘起 所以他知道 现在我在什么环境 我给不同的气氛 我将来就超出 他绝对再也不会 像一般凡夫一样 一直不断承认说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的业力 我就是走不出来 他不会有这种连统 因为他知道 环境能变 我怎么还会把自己 锁定在哪一种 巢穴中 所以他第一个 能够相信 这样的法的人 他心里面 一定不会被他 过去的恶业的 势力束缚 但是因为他过去 还有恶业的习气 所以他懂得如何 患不同的习气 他就成就 他就能够断面 过去不好的习气 所以他善用一切法 所以那叫智慧 他为什么会懂得 那个智慧 因为他知道决心 他知道决心 他知道信空 知道信空的人 他会善用这些变化 知道坏的环境 就会变 但是因为知道他信空 所以他不会 谁在变处 他谁还随着那个变 还抓着那个变不舍 因为他知道信空 空不就没有吗 空是能够包容一 一切才叫做 假如空是没有的话 对不对 空假如是没有 这是用汉传逻辑 所以为什么说 汉传的佛教最深 今生在这里 空若是没有 你是不是有一个没有 你还有一个没有 那还有一个没有 没有就是有 所以你没有都没有 那就是包容 那才叫空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面心 他那个随缘的时候 行歪乐你都骗之 对不对 一切感受你都知道 那这一面心 仔细思维 那你这一面心 你是哪个感受 都不是嘛 我不能说我这一面心是喜 我不能说我这个心是怒 像我只知道怒 我只知道喜 那还有行歪乐吗 我在喜中不知道怒 连行歪乐都没有了 为什么这一面心 能随缘 能随缘中 你一定知道 它一定是空嘛 对吧 但这句话要听清楚 能随缘中 你才知道 一个虚空能够包容万物 你才知道虚空有多空吗 你说我家有很大 我家的空间很大 我怎么知道你家空间有很大 多大 我看你家的空间能容多少东西 就知道空间多大 我说我家的空间很大 但是我放不下一样东西 那叫空吗 对吧 所以想到空是要看你能包容多少有 你包容多少有 我就知道你有多空 想到有 我是要看你是不是住在空中 假如不是住在空中 有是不知道有的 再黑你是不知道白的 再白你不知道黑的 你站在空中 你才能够知道黑 知道白 站在空就是什么 你站在根本非黑非白的决心中 你才能够分别黑白 你要站在是黑是白的种感受里面 它是根本彼此不相知的 黑不是白 白不是黑 你为什么在黑能够分别白 能分别的那个 从来非黑非白 这是汉传佛教最深的 所以一般的凡夫只是在恶中 他是我的恶 我是个恶心人 我知道我心恶的时候 看到别人的善行 我心生像 对吧 然后发现我是个恶心人 心生惭愧 然后我要向善 我要向善 这种人在佛门中来讲 是不是善人 是善人 但他是属于哪种善人 属于小圣善人 凡夫善人 像常常讲说 我要放下 可是放不下 那就是因为他是 因为我们都还是凡夫善人 凡夫的这种修行 所以永远不可能放下 我怎么叫做大圣善人 我能够在恶法之中 能够看到别人的善行 心生向往 我就能够体会到 我这一念心中是可以知道善 所以他不是纯恶 假如我真是恶的话 我怎么能分别善呢 既然不是纯恶 那就不是恶 不断地锁在这个环境中 自以为是恶 所以他知道这个决心 他原来他是非善非恶 只不过你给他现在恶的意愿 你以为是恶 但是在这个觉得恶中 他一样可以觉得善 所以从此以后被超越恶的束缚 这叫向善 这种人不但能够从恶习之中 能够转成善法 他在转成善法之中 他更能够震到原来这个决心之中 根本超越的信公 根本超越信中的根本的灵民 这叫做什么 这叫出生死 这叫出三戒 他不但能够成就世间的至战 他能够成就出世间的 本来面 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就好像我们持戒一样 有的人持戒说 这个是恶行不能做 对吧 这个是行为不能做 因为这个是恶行不能做 所以别人做事 我们看到别人做 我们就觉得讨厌 恶 会忌恶 会仇恨这些恶 所以这个永远都是什么 他虽然是在恶法中断 在善法中求 可能还叫做事件 还是事件业力 什么人叫做情恶 在大决心底上参的 这一念决体 他本来不注意一切法 因为他不注意一切法 他才能够知道一切法 那我怎么会才在 任何知道一切法时 我抓的 我就是黑 我就是白 我就是喜 我就是怒 我就是善 我就是恶 我还抓的种种形象 说是我呢 所以心生惭愧 我断一切恶 这个人他修行 他也是在断恶 他断恶跟你过去 跟我刚刚讲的断恶 是一模一样的 他都在断恶 可是前面那个人断恶 只是看到事件的假象 后面的人断恶 面面看的是 决体的本来面目 他将来不再能够 把事件的恶断掉 他还能正 恶罗杜罗三秒三不停 前面的人就算把恶断掉 还是人天福报而已 他根本不认 不是决体 完全不同 所以常常讲说 尤其是修行人 佛教徒 若是根本不明白 慈心 就是这个决体的道理 你根本不相信 你原来你也具足 诸佛本来的这种 根本自信中的光明 你修一切善法 都叫你不转 所以华言经才会 开宗名义最初的 就是诸佛最初讲华言 第一句就告诉你 不是佛提心 就是不认识佛提心 修诸善法 皆成磨刀 你不认识这个本来面目 你再说修什么善 都没有用 所以你不认识 这个本来面目 你说放下怎么放得下 从今天开始 你把我要一直坚持 我要放下 放下这种勇气 拿来视为决心 决心他本来 他非一切了 所以他今天给他黑 他就知道黑了 给他白 他就知道白 这个因缘来时 他就欠这个因缘 这个因缘来时 他就欠这个因缘 前面的因缘 他自然就下 你不必放下 他都放下 对不对 决心就是这些 这个决心 从来没有抓住过哪一个 假如他抓住哪一个 下一念现前 使他就不能变 我的决心 根本都没有抓住过 所以我干嘛说放下 现在我在恶业中 我只要就给自己 一个好的环境 我就不是他 所以就像用到 木木三千 我根本不再放下 说放下 我现在为什么放不下 你一直抓到这个感受 你当然放不下 你换一个感受 就放下 所以这个人 至心 至心断恶 如同杀贼 这个人至心断恶 比别人都坏 那为什么 因为他明白决心的道理 所以不明白决心的道理 听一些事 一些人讲 尤其是网络上讲 放下啦 放下啦 我带你一会儿 等你放下 我等你放 你说放下 那些心都还没有放 因为都是看 不认识决心 再说 直播 再说放下 那如同磨缩 为什么叫做磨缩 它会在你心中 它会搅乱你的意识 它会让更模糊 你将来的目标 只能如同磨缩 所以 不急的说放下 先念念之间 去思维决体 所以这样要讲到 思维决体 要怎么思维呢 所以用到最基础的法门 就是 你天天接触 那个善恶环境嘛 所以为什么 最后又说 念佛法门 是不是 那意思就用到决心嘛 讲了半天 最后还告诉你 决心的最基本的 就是你天天面对 什么环境 你将来就是什么心嘛 但是它这个 还不是毕竟 将来你是什么心的时候 你将来才能够 成就所有的智慧 那才到毕竟 所以念佛法门 叫三根谱费 前面的一定叫做下根 下根就是什么 让你心念 口言 入到那个气氛 因为入到那个气氛 你过去的凡复的气质 就歇 凡复的气质歇了 你才能够懂得 诸佛圣人所讲的道理 那才到中根 那你没有下根的功夫 哪有中根呢 你到了中根以后 再看一切 山光水射 再看一切文字 什么金刚般若 或者是华言法华 再看一切文字 才发现 原来它就是无量光 就是无量寿 所以它能够包含一切文字 叫一门深入 但是一门深入中 它就不会再讲 只有阿弥陀金是最高的 其他的都不用读了 讲这句话就不叫一门 这叫断灭 心中讲的 心中的作用 那个一门是一定是补门 那一门怎么还有取舍呢 那怎么叫一门 那个一都没讲好 那叫断灭 所以一门都没讲好 常常在这个断灭上面 所以他常常就会什么 起心动念 细弄那个一 细弄那个一 九教合一了 五教合一了 都在细弄那个一 浮门中讲的那个一是心中 你根本见到决心之中 那个根本 世性清静的担当 镜子在照黑照白之时 黑白千变万化 同时呈现当下 他也没离开过那个一啊 你能够担当一切万物变化时 我才能够知道你是一啊 你只能守到一项 那个一就不是一了 那个一中就能够对待 什么叫对待 我站在这个一项中 我就知道你跟这个不是相同的 不是相同就是对待 我站在黑就对待白了 站在白就对待对待黑了 我站在一就对待九 你还有个一可以抓了 都是对待 就像你刚刚讲的 放下跟那个空是一样的 跟那个没有是一样的 还有个东西可以抓了 都叫对待 佛门讲的是心性 心性是那种 根本照见心中那种坦荡 那种超越 所以常常拿静性来做比喻 静子 那个静性 你能够包容一切千变万化时 你就是常常住在静性的一中 为什么叫包容千变万化 叫做常住一中 因为包容你就一定不剁在哪一个色中 你要剁在哪一个色中 你就不能变化 你剁在黑就不能变白了 为什么我青黄四白长短大小都能变 在能变当下我就知道你常常不变 你不随他变 叫做不变 因为你不随他变 所以你才能变 那个这个叫一啊 所以这个叫一啊 你自然看到酒 你心中知道 它是什么因缘故 有基督教 什么样的心中委屈故 那种依赖 在身故 有回教 什么样的心里面的妄想 那种委屈相故 有什么叫 但这些叫都是什么 都是终身业力所限 那你看到这些叫时 你就是一 你要合那些干嘛 你有毛病了 就好像镜子 没事说 我把青黄赤白合在一起 成为一色 你有神经病了 青黄赤白成为一色的话 那就没有镜子了 那是什么色 那叫混色 所以佛门中讲都是心 你可以看到 他不断地戏弄这些 讲的戏弄这些 都是什么 他都是着相 都叫着相 所以你叫男他干什么 都是着相 男当相 你看到你现在心在干什么 那就叫做心 你念念能够体会 那个念心 再也不被任何的 相中的势力所流转 你发现那个心中 越来越赤诚 心中越来越找到 那个力量 虽然还不敢叫做 叫做弥勒 那已经叫力士了 已经看到力士先前 不能叫弥勒 还不能叫做 菩萨先前 那力士已经先前 弥勒你要注意看 弥勒在一般寺庙里面 弥勒在三门 对不对 但是三门两侧 一定是谁 四天王 四天王的造像 一定比弥勒高大 为什么 你心中要是真正知道 你心中那一念 根本大觉的士种 意识的士 士种 流出场 你看到是士种 可你自然就感觉到 你能够在你周遭浮现 天下的一切的力量跟作用 是在你两侧前进 因为你看到就是 这么大的力量跟作用 但你的目 为什么要给你看弥勒 你的目标是看弥勒 所以你浮现那么大 是像两侧浮现 浮现的感觉 是浮现 你要是没看到弥勒时 士大太阳就是你主线 你看到弥勒 他就是两侧浮现 浮现色头型的心事 这么样的强烈 可是你只要知道弥勒时来 那天下的一切力量 就会射你所有的一切 过去的流角业力 踩到脚底 所以为什么士大天王下面 小沙都踩到 有什么小鬼 因为士天王天就是管这些鬼 管什么叫鬼 就管你心中的败坏的戏份 你看到弥勒时 就叫做供养士天王 供养士天一切天王 就力量和作用当下 一切恶念 就在这个行为上面 好像踏在主体 再也不能造乱 所以他不是叫做 士天王没有慈悲心 是说你看到这个力量 一切恶业就被压住了 所以过去的道场 你进门都有表法 你看不出来 你能够在这弥勒当面 都能够统设士天下 就是所有一些士天的意念 所有一些恶念 已经踩到脚下 你会发现这一些的作用 它慢慢慢慢又凌成一个力量 什么力量 那历年之间 对决心的 根本不会的力量 它就是委托 所以反过头来 看到委托看的就是大决 大决定 你没有前面三门的作用 你根本看不到委托 在你心中看不到的前面三门 心中前面三门的作用 你心里面的委托 不上面也见不到 你真的没想过 没想过 我去当中看了很多 你一看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通通一样的 所以我说 过去 过去古德 连建筑 它都要跟司法相应 哪有像现在 没事都能乱七八糟的 四天好像变成柱子 对 不能讲那么清楚 这么录音的 我忽然应该明白了 明白了 有些人 看刷我们三门的那些 那些形象 那些模像的意义 好 我还是要 experien露 颜色了 还不错 估计 今天 每一片 都要说 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